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衣服我发现跟一个段子有关 就是男人跟女人有一样东西都是挤一挤就有了 那就是女人的乳沟还有男人的时间都是挤一挤就有了 从哪学来的 这事跟他们电影界有关 就是啊 是从那电影来的 所以这导演欲有容颜 这段子都流传出去了 是啊 深刻体会 今天穿这个衣服 就是像海绵一样 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挤压 在挤压自己 你没记得现在白领阶层都是说有个调查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为了奖金 自己使劲挤自己 不过看见你这个短裙子 我们还能轻松一点 对不对 是 你知道长裙子 最近我看长裙子太多了 今年五一节是个结婚的旺季 我跟你讲 外国是7月7号是结婚旺季 为什么 2007年7月7号 外国人很喜欢7 我还想这么多来不及 不是 中国人 干不上了 中国人说是2 他们说为什么说52是什么的谐音呢 我爱 哎呀 这个去上海参加一朋友婚礼 好像会 我就一个车 我在浦东坐车一路去啊 只要有一片绿草坪 你就看见那新娘都是穿着婚纱扯着裙子 嘣嘣嘣嘣嘣在草坪上乱跑 这一路结婚的呀 好羡慕 今年可能是个好年头嘛 金猪嘛 所以很多人想在猪年结婚啊 生孩子 要在猪年生的话 肯定现在要有馅儿才可以 肚子要有馅儿 肚子要要凤子成婚 对 才来得及 配方这个性学宝典 他专门辅导广大 受害妇女 真的是数一数时间嘛 要才来得及 对 不过说猪啊 那不光是说今年结婚啊 以为今年能发财呢嘛 今年 好运 我这假期一回来 怎么听周围 何岛有没有听说 人人都说买股票啊 太多了 就是最近这个 就从去年11月吧 到现在 我周围大很多朋友 都在谈股票 就是谈股票能谈的不累 谈到下半夜 而且要告诉你 你来吧 应该要进场 你也应该进来 然后呢 我给你保底 就是说如果说 他这个跌了 我给你填上 就是包赚 包你赚钱 真的 那大多数人都赚吗 反正我认识的人 目前 普遍全部赚钱 没有赔钱的 目前 就有一个歌手 以前都是去走穴吗 赚钱吗 不去了 11月份 投进去股市投了 将近50万吧 现在都说赚了1000万了 有没有可能 这个比例好像不太 对啊 他有些股票已经 你算吗 他可能进场的时候 他进场的时候 是一块钱买的 现在有的都到了30块钱了 是 我也有一个朋友啊 说50万的本 他就说他整天在电脑那 就搞来搞去 也不光是股票 还有什么基金呢 什么的 我问他 我说你赚了多少 他两个月赚了150万 那个有啊 完全有 两个月赚150万 你算吗 他们买股票这么买吗 就是说这个的涨 比如说涨能够涨50%的 然后20%的 30%的 然后呢 都买 是吧 然后呢 他多的买几十只股票啊 他最后平均的利润 平均可能达到了35%或者37% 是是是 那有的是80% 有的可能是 他他主要是一下买的多嘛 这样子 这个我呢 有个很很中肯的建议 因为以前呢 在香港股灾怎么来的啊 就是因为刚开始大家都赚钱 开始借钱的借钱 还有呢 超额去买 他只是用那个保证金的方式 他就去买股票了 这个时候如果砍头的话呢 你要很多的钱 因为你是好几倍 他挺多专业词 什么叫砍头啊 就就说你的钱呢 不够他的那个损失的时候 你的钱只能够赔5块钱 结果呢 你现在已经赔了10块钱了 你的钱被吸走了之后 你还要倒吐出来 很多人呢 他是用很小的钱 可能是1比100在玩的 这下呢 你你赚钱当然没问题了 可以赚100倍 对不对 可是你赔钱呢 也是一样赔100倍啊 香港那时候股灾的时候 88还是89的时候 最厉害的那一年股灾啊 好多人跳楼啊 是吗 有你的男朋友吗 没有没有 开玩笑 所以真的要很注意 就是说你一定要 能够呃 承受得了 那个风险你才进去 一般都这么说 你像那天咱们也 有一女嘉宾就是说了 说我也炒股票啊 她说你们老是说 提醒风险什么的 到时候该跳楼了 她说我觉得我很理性 我就是一 她说你们都是不炒股票的人 你们聊这个 你们老才说风险 她说像我一直坐下来 对 她说你得综合看问题 我总共 我是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总共买了七八个股票 她说我跟你说 我是六个赔钱 但是呢 我一直股票赚的钱 就把那六个股票亏的钱 全填平了 我还有赚的 可是 她现在她这样的 还有我有一个朋友 她也是 因为现在这个股票市场 我觉得跟赌博一样 就我有一个朋友 她当然她买了很多钱 大概买了 整个投进 大概有三千万到四千万 投在这个股票市场上 那她就是 那天就是 咱们春节前 不是有一个股灾吗 对 那天上午 她一路起来就看 一路在涨 还在涨 还在涨 她就有两个小时没看 砰 那股灾就摔下来了 中午她接了一个电话 她的另外跟她合伙 做股票的一个朋友 中午她就把自己的本钱 全部拿回来了 全退出了 放在股市里的是 她的利润 所以她呢 就等于是 股灾她保本了 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 那个朋友就两个小时 砰一下 所以有没有说 为什么会跌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有的时候呢 你看比如说前几年的SARS 突然你来一个 世界的一个传染病 对不对 那谁能预测到 对 突然发现了大油田 现在很多人后悔 说怎么早没买呢 中国石油 俄北石油 就我们家 我赶快回家掏进去吧 我深圳有一朋友 做房地产 在这个股市啊 今年不是特别好吗 在这之前拍了一块地 花不知道多少个亿 拍完了就搁在那 他还得投钱 要去开发这地呢 要盖 还得盖呢 他说我晚一个月拍 我买这地 就好了 太早卖了 不是 他是什么呢 他说我这个几个亿买这地 我不如把这几个亿 放到股票市场上 我赚钱多快 我现在花了六个亿 买这块地 我还花十个亿去盖 然后完了以后 四五年以后 我才能够慢慢归本 回本 我要知道 我晚一个月 拍这块地 我直接把这几个亿 放到股票市场 我现在已经 二十个亿 三十个亿了 人都在想这种好事 刚才你刚才讲两个都叫失之交臂 这个就为什么说都是机会主义者 失之交臂 你刚才说那个让我想起 我在新闻上看过福建那边 你知道就买那种地下彩票 等于是六合彩的外围 你觉得 他们就要养一个号码 就是说有这样的 你比如说十 你就买这个号码 七七你都买 七七都砸 有一哥们 已经养了四百万 那么养了四百万 但是 一直都没有 就是那一天 是这个号码 但那一天 他因为有点什么事 忘了买了 当时就疯了 你知道吗 已经养了四百万了 到那天 养了多长时间 终于出来这个码 那就疯了 疯了 疯了 你说这玩意 这机会啊 有时候就是一眨眼 有的时候呢 像你那个买地的这个朋友呢 我觉得 因为大家都想要好意勿劳了 想要赚这个热钱呢 可是 赚快钱 对 可是这样子的话 有一天 那个股市崩盘 你没有正当的生意在做 对不对 然后股市崩盘 你钱是借来的 或者是说你前面 因为你觉得你赚少了 所以我又去加倍 加筹码 这个一赔呀 不光是发疯的问题 是跳楼要家破人亡的问题 现在主要是比较危险的呀 就还不是那些有钱人做股票 有钱人他因为他自己把理财的很好 他有很多的顾问 就是你的所有的利润的三分之一 去做金融的基金 或者你另外的多少去做股票 另外多少你放在什么地方 现在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 街道的老太太 什么大学生 跟亲戚朋友借钱 往股市里中 没错 一旦崩盘以后怎么办 没错 他走投无路 台湾就有 曾经有过例子 这个有个老公呢 他因为股市崩盘 后来没有钱了 怎么办 破产 家要养啊 后来有一个有钱的女人说 我可以帮你还债 帮你养家 那跟这个老婆谈条件呢 你老公要借出来 冲让 这厉害 这有这事吗 对啊 那要是你愿不愿意 不是一妇婆 对啊 妇婆要包你的老公啊 是啊 我再买连你老婆都养了 对啊 那我把你家小孩什么什么 通通都问题解决了 那老婆怎么办呢 那先看看他跟那老公要求什么样的劳逸呢 那肯定是那个那个劳逸啦 哈哈哈哈 肯定是有劳动的 对对对 坐在那地方 对对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刚才配方讲了 男的炒股票 亏了不可怕 对吧 富婆来了 最多 主要是你要服劳逸的问题 是吗 还有老婆要不要借人 要不要让 对不对 那那个富婆 那个什么 什么 拱心如 拱如心 拱如心 小千千 对啊 他不是四百亿都给了那个算命先生吗 有一份遗嘱 对啊 那人家的老婆 是不是也等于是初让老公呢 如果 如果他们有情人关系的话 如果有劳逸关系的话 对 是不是这样 那叫智力投资 风水先生 人家讲风水嘛 对啊 你就说还给那个半夜去砍 把人砍昏了 这么大的资产 我觉得很多的老婆都会心动 都会愿意 对吧 而且四百亿 人之将死 借出去 而且人马上就不行了 对啊 快挂了嘛 是不是 要是老公呢 你记不记得有一外国电影 这一百万英镑 我睡你老婆睡一回 行不行 老公这家伙怎么办呢 真的是一种考验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啊 不要给自己在金钱的面前一个考验 那就是你不要物质欲望太高 否则你真的你只好出卖自己了 那你没物质欲望 你这裙子怎么 你看衣服买不起 我都是打折买的 所以都缩水了嘛 对啊 都打折买的嘛 就说你怎么样用最少的金钱 把自己打扮好就好了 你不要说我一定身上这个一定要是Christine Dio 一定要是Armani 没有必要嘛 是不是 你的物质 因为比如说我这件衣服是五百块 五千块穿出来也是这样 可我五百块照样穿得很漂亮 有没有道理 没错 就是穿得少嘛 也省步 是吧 环保 环保 对 有清凉 对不对 可以说真的 所以我其实我最不喜欢认识有钱人 还说说反话呢吧 真的 因为你认识有钱干嘛呢 他又不能寻找你 我没见你认识过什么穷人呢 可是我我真的也没有有钱的朋友 我的有钱朋友都是女的 女的总不可能包我吧 除非要同性恋 对不对 那你也得试才行呢 我不会 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是天生的 所以刚刚讲说 为什么不是刚刚是之前 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了 说有那种女的同性恋 她是扮男的嘛 可是她的女伴为什么会跑掉 因为她被男的抢走了 对不对 人家有根 她没根嘛 是不是 那她这种恨嘛 对吧 这是对人心体察入微啊 什么性倾向的人 你都能跟他们是知音 她的那恨 她是能想象的 知道吗 她接受不了是可以 因为她要想象 没错 因为我写小说的嘛 我一定要想象说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同性恋 它是什么样的思维嘛 对不对 你还别说 最近我惊异的发现很多 也不是很多了 就个别周围的多年的朋友 才知道原来是多年的同性恋 那这个事情让我很吃惊啊 我对同性恋没有歧视 甚至有爱 对吧 但是我是觉得很吃惊 潜伏多年 你会不知道 不是这就是说 她在这个十年里 我们都不知道的 她自己 她正常的 她还找男朋友 正常的 但是好了个一两年 就不好了 又又换了一个 又好一两年 分开了 最后你终于知道 她这十年 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女朋友 一直有吗 一直的 对 一直的 这是一个隐性的 悄悄的 你说现在 等于是外面交给异性的 在做掩护 掩护 对 也难说 也难说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 有双性的倾向 可是其实据我知道 双性恋是被同性恋歧视的 不管你是女的同性恋 还是男的同性恋 是是是 她认为说你不纯粹 不纯粹 你要好就异性恋 要好就同性恋 对 双性恋算什么 你这不吃里扒外吗 你就是一下喜欢这 一下喜欢那个 就什么都想要 对 这样就 我觉得这也是失去了原则 这个我也不认同 其实你要说这个 好像说是同性恋 我觉得跟当代社会的很多文化 有很大关系 你弄不清是什么 你比如说当年的这种电子音乐的出现在美国的时候 你知道有个石墙暴动的事件吗 就大概是69年警察查了这引起同性恋那个大爆发 那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到最后就呼吁不要歧视同性恋嘛 最早的这种电子音乐 就现在咱们玩的 就现在 其实 吸皮是吧 很多玩意儿 我跟你说 比如说disco舞厅 某种味道的disco舞厅 某种音乐 最早是从同性恋的酒吧里发端 然后现在蔓延 大家好像都这么玩了 都能接受了 其实服装设计也一样 我们现在这些设计师很多都是同性恋 他用另外的一个感受来去设计男人或者女人的服装 再说咱就快了 当然咱还是说股票 我就说股票 现在是什么人都弄 你像我那天看见一个新闻 一个清洁工重庆的 老太太 她怎么玩上股票 所以你就说媒体宣传 宣传是有好故事 老太太一清洁工 大概干四个小时 她大概凌晨三四点钟 打扫卫生 然后大概到九点半 她下班 她下班拿着个扫帚 这刚好开盘 她两万 老太太天天去看 天天听 看周围人 怎么怎么着 到最后 一咬牙一跺脚 把这钱 总共两万多块钱 最后好像挣了是六万多 还是挣了九万多 后来人家问这个老太太 说你怎么能赢钱呢 她说我的经验 就是老听那几个炒股高手 他们聊天 我在旁边煮这个扫帚 我偷听 他们说买什么 我就买 最后我就赢了 报纸上就登这个新闻 所以 就是让股民会有一个错觉 就是说 我只要听消息就好了 在香港股灾 就是因为听消息 甚至于 我的朋友他们怎么样死得很难看 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放出来的消息 说我的股票怎么样怎么样的 大家进去捧场 结果让朋友进去 他自己脱手了 这个也是最近我知道一个事 也是 也算故事了 就是做股票的一些经验 就是他 其实有时候是很害人的 对 他 联合几个 几个人 他们其实也不是什么操盘手 是吧 就是说他们就觉得假装自己是装家 然后就放很多的 假消息 假的空气 对 然后普通老百姓散户就买完买 对啊 买完 他们把这个轰上 轰上 他们 他们走了 没错 把股民给留在里面 自造假消息 没错 所以我研究历史的体会 就是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我跟你说 这个是我的偏见 我认为这个社会 大多数人都是任人宰割的 没错 真的 就是你看几千年来历史 总是有极少数的人 他们在操纵着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大部分的人 你就是跟着晃晃悠悠 东风压倒西风 西风压倒西风 你就呼呼悠悠 都是祸害的 就是这些 你比如说 说 长长长长长长长 总有跌的一天 没错 你怎么办 你哪天决定收手 一般的亏钱都是晚了 跌停晚了 你再抛不出去了 老百姓都靠 老百姓 他赚了几千块 好高兴 赚了几千块 我不出来的话 我可以赚几万 这下完了 以后他就不出场了 报纸上 还有电视上 经常成功的例子 老介绍股市的成功例子 我觉得都是 我妈妈也是这样子 失败的例子 多讲 这个什么 早知道我不要出场 我本来还可以赚多少 你妈妈是什么行业 就是这个股票出场 入场 对 进场 对进场 然后脱手了 出来了 出来 那他说 我少赚了 怎么样 我说妈妈 赚到口袋才是真的 对 我跟你讲 这话我特别有体会 我觉得北方人 你看我是北方人 跟广东人 有不同 你看广东人就有一句话 叫雷巴豆不为财 就是立不到不为财 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使劲没到 钱没揣到我口袋里 这就不是我的钱 你知道吗 你先比之下 咱北方人爱聊天 爱恢恢恢 说白了就是穷开心 聊的那事 钱哪去了 说的就感觉 明天就拿着了 没这事 你看广东人 他特别实在 立不到不为财 还有 你没有花的 也不是你的钱 对不对 你说那400亿 他用了多少 有没有4亿 也是 对 他用了有没有4亿 他给人家买游艇 给人家买房子 买飞机 买转机 买飞机 对 有用掉 那才是他的钱 其他400亿 扣掉4亿 我觉得老百姓挺辛苦的 我那天去农贸市场 我看有一个中年妇女 在那给人家买鱼的鲜鱼 那里刮鱼鳞 这边刮着鱼鳞还说 昨天股市哪个哪个 你涨了多少 我那个不行 我那个才涨一分 你那个那边卖土豆的 在那 正能弄土豆呢 我这两天忙不过来 我都没看 全民都是股民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来 何导 其实股市好 对带动整个的经济 因为第一季度 你看上涨 百分之十一 是吧 你看五一黄金周的 整个的消费 三千多亿 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千亿 你看中国人 都不算有钱 还是算没钱 超有钱 超有钱 而且中国人的这个东西 不是说用坏了 他才换 他赚着钱就换 你看现在 手机没坏 对 没坏 来了新的了 只要赚着钱 马上就换 到了美国 你看还在看video呢 家里看那录像带 租那录像带 咱们是谁看video 家里都没有录像机了 不是说咱们都是勤劳勇敢吗 都是坚固朴素吗 所以我觉得 还是勤劳勇敢呢 还是勤劳勇敢呢 什么叫勤劳勇敢 我勤劳地去股市看抄牌 还有股市来的时候呢 你刚说各行各业 还有二奶的行业 他家有钱了嘛 水涨船高 我就说不要放弃自己的行业的原因 二奶不要放弃自己的行业吗 他也要与时俱进 要学习 否则呢 那个香港 那个很多断了的时候呢 二奶 他房子供不起 车子退了 然后怎么办呢 人现在对 对 这我要请教你配方 会不会这个有钱的男的 就那种包二奶的 他要没钱了之后 他第一个提出门的先是二奶 当然是二奶 他不会抛弃发妻是吗 他老婆有小孩的嘛 没办法抛弃 还有些法律的 法律的规定 遗产的法律的 而且这个时候老婆都在身边 情感合约稳定 离婚率也下降 日本的 日本的